嘿,大家好,歡迎來到專馬,我是傑西 那今天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我臉書破的那一個 Isn't that pts? If you do things only for people's approval 這是我今天早上呢 自己在看我的部落格跟我的訂閱的時候 我才想到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常常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我們可能常常會太需要別人的一種 認同 或者是說 如果我今天 沒有做到什麼樣 或者是幹嘛幹嘛幹嘛 怎麼大家好像都不支持我 或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可能就放棄了 你本來很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 到了這個年紀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年紀的關係 當然體會多少是會有差別 我突然覺得說 如果我今天一直在意別人對我的 看法跟眼光 或者是說我一定要得到 可能很多不認識的人肯定 我才會想要去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完 那我到底能做成什麼事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認同這樣的想法 我今天在 自己看自己寫的一些東西 然後看自己以前 拍的一些吉他影片 那我突然覺得 就有個想法就閃過我的腦袋 他就說如果今天你因為這樣子 你就不繼續做下去 做你該做的事情 你沒有 得到自己要的成功 那這樣 是不是太沒用了呢 這樣是不是太沒用了呢 這句話就一直在我的腦袋一直 回想 沒用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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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是我對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今天才在 部落格上面寫說 這樣是不是太可惜了 因為我怕 就是可能我的 用詞比較harsh 那可能就是 聽的人或看的人會覺得不舒服 覺得說所以我做到就是沒用 不是不是 這是我對我自己的感受 那今天如果我今天為了得到自己的肯定 那會變成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今天拍片 我今天做這些教材 到了一個我自己想要的數目 我自己想要的程度 這其實才是一種 自由吧 因為不管如何我要得到的是我自己的肯定 每個人都該得到是對自己說yes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動機跟這個持續力是不是會 完全的不同 因為我是為了得到 自己的肯定 當然 但各位的支持真的 也是對我很重要 那那個 順序上 因為假設如果今天 你可能覺得別人不支持你 或者說為什麼各周遭人他們的想法都是這樣子 那 So what 那又怎麼樣呢 重點是你對自己說yes了嗎 我覺得這種自由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我就下定決心說好那不管今天怎麼樣 如果我訂下了一個我要拍影片的目標 或者是說我想要打爵士鼓 我想要彈吉他那不管手嘛對不對 不管這些東西 我就是想要談到我想要那個數量 做到 我 還有我們自己所能做的 所有該做的那個份量 那是不是我們先做到我們再來考慮其他的東西 以前 我忘記家裡聽過一句話 但是我跟我一個認識的姐姐說 她好像立刻得到了一個頓悟 她跟我說 Jesse 人生就是這樣一直賺錢 然後就這樣一直這樣 每天像老鼠這樣跑來跑去 滾那個圈圈嗎 我就跟他說 你先做到再說 你先做到你的目標再說 我覺得你還沒有先做到目標之前 我覺得講什麼想什麼都是多餘的 其實我們人 跟我們的目標其實就像是一個島 然後你就是船長 今天 這艘船 他該往哪裡去 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要不要讓自己 到對面那一座島 都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因為別人的 嘲笑不認同 而不是為了自己的肯定 那這樣你是不是永遠都 到不了對面的 你想要去的那一座島 這樣想之後其實人生就簡單多了 你只要到 你要去的那座島就好 所以一切的目標都是為了那件事情 不管今天有多少的 酸鹽酸魚或是說你會覺得有 多少別人的不肯定或是攻擊 那都不重要因為你是船長 只要把那些 負面的攻擊 化成讓你做更多的動力 那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沒有人希望會受到一些無緣無故的攻擊 或是大家都會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們今天 心態真的要 轉 得到自己的肯定還有自己的成長 才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我們都可以一起把這句話牢牢記在心裡面 加油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各位晚安 拜拜